亚洲大学与台大电子文教基金会共同合办地球 脉动中生态与艺术特展 本次展览为国内首次将生态与艺术结合的大展 更是全球首例以律电举办的展览 亚洲大学创办人蔡长海与台大集团创办人郑崇华 军出席致辞 那亚洲大学创办人目前成立21両 我们都是以健康官房创新走业的精神 迈向国际歌曲多元创新 人文意识的世界一有大学为目标 在教学中深耕全球环境有序的议题 培养具体热情及社会责任的学生 带领全球师生关心地球及保护环境 来上见大学的社会责任 这次跟亚洲大学所合作的地球脉动中生态与艺术的特长 也是台大基金会一个新的尝试 希望能够让各位观赏者能够观赏到各种物种 在不同的环境上面生命的姿态 最近大家在包装杂志上也看到全球的气候越来越不正常 而且严重的火灾 我想这个跟我们人类的生存 还有地球的其他生态 会与严重的影响 那我想看过以后呢 让我们共同来努力 对这个生态加紧的 让这个影响会变成最少 亚洲大学校长蔡敬发提到这次展览的两个特色 我想这个自展有两个特色 一个就是生态的意识结合 可以透过艺术家的创作 艺术家的无限的可能 来让更多人 来了解这个爱护地球的 爱护自然的重恶性 一起来推动这些人检查 还有地球 第二个特点就是 这个展是全部用再生能眼 我想在全世界 这个美术馆 用再生能眼来策展 这个也是 谢谢郑先生的美意 非常康怀 把再生能眼 给亚洲大学这次策展 来使用 这次百分之百是再生能眼的策展 台大电子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郭珊珊 则提到这次合作的创举 并说到8K高画质的沉浸丝工程 虽然困难 但所呈现的效果更令人惊艳 这是台大电子文教基金会第一次在国内跟大学合作 在一个大学所属的美术馆里面 一起来共同办展览 那这次跟亚大的合作 我们希望能够捐赠28万度的绿电 是整个在策展以及未来的展期期间 所有会发生的电力 我们做过了估算 学校提供了我们的资料 我们愿意捐赠这个地点 希望这个展览 能够成为台湾的一个里程碑 那这次非常难得的是 要谢谢市立学院的理院长代理的同学 帮我们8K的影像 重新在制作、创作、运算 做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效果 这个是以前我们也还没有机会尝试到的 台湾以前有很多沉浸式的一些尝试 但是要用这么高画素的内容去做沉浸 他要做的很多的重新的运算设计 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工程 那台湾基金会还有我们的工程师们 也跟学生有很多的互动一起学习 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馆长潘凡 除了强调美术馆的角色定位 同时也点出这次展览对美术馆的挑战 博物馆的很重要的角色 在乎从教育、对话、知识 那么这一次跟台湾电子文教基金会的合作 对亚洲大新浪美术馆来说 其实是一个挑战 那么这个挑战呢 包括环保 如何在这个异体里面呈现 那么第一个挑战呢是科技 如果没有台湾电子文教基金会这些年来 对环保异体的注目 如果没有对郑先生对科技的投入 我们能从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把科技跟生态、教育、艺术做的整合 我们必须要透过更多的对话 更多的展览形式 更多的创意 来推动艺术 那么在推动的同时 应该说 我们透过美术馆 以交流核心 来让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看到一个未来 地球卖动中 生态与艺术特展 将播映英国广播公司 BBC史诗般的生态影片 《地球卖动2》 与荣获第55届 美国休斯顿国际影展纪录片金奖的 两部台达赤字8K生态纪录片 透过台达8K超高画质投影机 带给观众生理其见的影像震撼 以上是一文报报采访中心台中采访报导 电 kaik綠舞突 事情很写更рез 衔系统